11月30日 新增红海股东立抗偏空主力 作者 Ada 星期四美国感恩节修是一天 星期五一早台股的成交量相对小 一早指数下跌200多点 后面收敛了跌幅反倒上涨100多点 最后一笔收个小跌 有人觉得是外资群及主力故意去打压红海股价 其实我去看台积电 红海及大型圈之骨 最后一笔是搓比较多的券商是大摩级小摩 所以和星期一MACI有一点像 不过星期五最后一笔红海多跌了2.5元 台积电多跌了14元 只要星期五晚上每股上涨 下星期一台积电 红海及其他大型圈之骨都是有机会不涨回来的 星期五晚上每股及科技股确实也是大涨 台值夜盘也上涨了240点 所以下星期一台股的大型圈之骨会不涨回来的几率很大 星期五红海又被截却卖出1748张 听起来像一起死吧 我只能说 偏空主力觉得这样能让红海中的股东自我心里面崩溃 或是要拉着红海股东同归于尽 会有这种想法真的就是太天真了 红海的股东成本已经经过了四个多月的整理 我们也已经知道目前市场对红海认同的底部区在哪了 从234.5元跌到160元 再涨到180几元 有26万个新红海股东以成本194元买进了红海 这时会有人说 怎么知道这26万个股东哪一些就只是想要进来玩个短线 赚个差价或是相对没信念的 其实红海股价从174元涨到221元时 就洗掉了9万个股东 这9万个股东就是上面说的那几类人 当然也是有部分是涨上去卖 跌下来再低阶 不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得知 有17万个成本在194元的股东 在股价涨到221元时没有卖 这17万个股东就是相对有信念的 最近三周红海股东新增了5万多个人 其中有26000个人成本在201.6元 有21000多个股东成本在204.3元 还有近5000名股东成本在215.6元 所以这一波新增的近5万个股东是买在202.5元左右 所以目前红海的股东结构是这样的 新增17万个股东成本在194元 这些人是经过股价测试过的 涨到221元也不会卖 另外5万多个人是买在203元左右 当大家知道红海短线成本结构后 就知道偏空主力要打赢的几率很低 从11月12日开始新增的6万张界却卖出 放空的成本就在203元 这时会有人说 咦,怎么和新增5万多个股东成本差不多 其实一卖一买成交易 三大法人卖的就是散户买的 三大法人买的就是散户买的 这一波偏空主力在三大法人卖超炮火掩护下 确实把新增5万多成本在203元的股东打到怀疑人生 如果红海股价是从100元涨到221元 然后从221元跌到192.5元 这时下面大部分人成本在100元 有一些就是在上涨时的均线 这种情况当然就是偏空主力占优势 毕竟下面没有一股强而有力的股东在支撑着股价 不过这一次有17万个成本在194元的新股东 这些人还经过了股价涨到221元都没有卖的测试 这些人一定就是一股很强的支撑力道 偏空主力已经放空了6万张 我不知道他们的极限有多大 以上次来说 偏空主力是放空了5万4千张 所以有可能差不多就是偏空主力的极限值了 加上外资群这一波断买的20.5万张卖到剩1万张 偏空主力已经没有远程炮火攻击当掩护了 现在就是和17万个成本在194元的股东火拼 目前就是属于肉搏战 偏空主力想要打赢这一场对决 我觉得没有这么容易 会来这个频道看我文章及影片的红海股东 很多都是成本在100元左右的 这些人我就帮他们表个态 唯一支持17万成本在194元的股东战胜偏空主力 平常没事我们也是会以远程放个几支剑 帮助多方去打赢空方的 我们不像外资群击法人有炮 不过几支剑还是有的 对17万个成本在194元的股东来说 前方阵线203到208元防线失守 他们去守自己的防线 这看似是在帮助成本在203到208元的新进来股东 实则也是在帮自己 毕竟你帮前方去打倒敌人 前方的阵线就是你的安全边际 你总不可能看着前方阵线失守 自己还在那看笑话吧 当敌军攻破一个又一个的防线 那最终本岛也会沦陷 所以我们自然是支援194元成本的17万股东打倒空方的 这时会有人说 投资个股票而已 怎么扯到打赞了 如果你不能接受这种情况 我劝你远离短线投机 因为你妥妥就是大韭菜一颗 短线交战就是你死我活 勾心斗角 真枪实弹的对战 空方想要赚多方的钱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对方打死 这样多方的钱就会留在里面 大家想一件简单的事 空方放空的成本在203元 他们现在一直偏空地打压红海股价 他们就是要让红海中的多方恐慌人踩人 当里面的多方都被打死了 红海股价就会在敌部区整理几个月 因为短线做多的人都怀疑人生了 他们不会再反抗了 所谓的不会再反抗 那就是看到股价下跌 或在低档整理 他们口袋就算有钱 他们也不会再买了 这时空方就能在敌部区 偷偷地回补手上的空单 当空方回补完后 他们口袋就会变得更有钱 之后再偏多操作 再把一些散户引进来坑杀 这就是短线的对战 一档个股中如果空方势力太强 大家就会看到之前 红海在2021年3月到2024年2月一样 明明红海净值都107元了 结果空方还能把红海股价 长期压在100元左右 遇到利空能把股价打到94元 结果3月这一波大涨 其实已经把赶在100元到180元 偏空的主力都打死了 所以红海股价不太容易 会被空方再打到180元以下 所以看到有新的空方势力在起 当然是要搞死他 不能让他继续再壮大下去了 我是可以透过分析 让成本在194元的这17万股东 知道自己的优势在那 也可以告诉成本 在202.5元的新5万个股东 红海股价跌下去时 其实还有一个防线 这防线的力量很大 而且算是精锐不对 不用被一些偏空主力给吓唬住 那些偏空主力了不起 就是6万张 8万张 再怎样也不可能超过10万张 结果买几十万张的散户 被这些坏人唬住 真的就是太搞笑了 一些散户常常把股价当一个数字 他脑中没有用筹码 统计转换出来的实况 所以会感到害怕 当你看完我用数据转成白话文后 你会发觉原来有军的力量是很大的 你就不用在那眼内心系了 其实筹码面 技术面及心理面 都是短线股价波动的因素 真正最大的靠山 就是鸿海的基本面及产业面 我充其量就是让你透过筹码面 技术面 法人心理面 散户心理面 克服短线恐惧罢了 明明自己占优势 结果动不动在那向空方跪下 那真的就是太搞笑了 大家按赞并留言 鸿海新增17万股东成本在194元 这些股东在鸿海股价涨到220亿元时都没有卖 新增5万个股东愿意用203元买进鸿海股票 没有理由害怕少部分的偏空主力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新增鸿海股东力抗偏空主力 2.中华汽车采用鸿海OFP电池模组 3.外资短线容易赔钱为什么爱交易 来看一下这一周鸿海几宝股权人数变化 因为记录是从上星期五到这星期四 所以先看这五个交易日三大法人进出情况 外资群合计卖超73671张 投信卖超5360张 自营商卖超3569张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82600张 这一周鸿海千张超级大户减少两人 减少张数68264张 400到1000张的减少17人 减少张数12948张 这和三大法人减少的总数是差不多能对起来的 这一周鸿海成交均价201.6元 股东增加人数260064人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 这一波鸿海股价从221元开始下跌 市场很多散户的锚点在221元 所以看到鸿海股价下跌就会持续的进来买 这和之前鸿海股价从160元涨到221元时是不同的 那时市场的锚点在160元 觉得鸿海已经涨了多少了 而不是从221元已经跌了多少 我常和大家说 鸿海股价向下跌时 可以测试出目前市场能接受鸿海的价格在哪 前一个波段鸿海股价从234.5元 跌到160元 接着再涨到180几元 新增了26万个股东 平均是买在194元 这194元就是新的市场认同价格 接着鸿海股价从180几元涨到221元 鸿海股东减少9万个人 代表短时间有9万个人不接受194到221元这价格 所以会把股票卖给三大法人 鸿海股价在上涨的过程中 已经区分出对鸿海有信心及没信心的人 也就是说26万个买在194元的股东 其中有9万个会在上涨到221元时卖掉 有17万个人会不为所动 这17万个股东就是认为鸿海股价该高过221元 当鸿海股价向下跌到194元时 这时又出现了新的股东 这些股东愿意接受多少价格的鸿海 这就会决定出鸿海另一个市场认同价 大家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鸿海股价从221元下跌时 这时已经有17万个成本在194元的股东不会卖 这些人认为鸿海股价该比221元高 如果鸿海股价从221元开始下跌 新增的股东成本比221元高 代表最近市场发生的事情 不足以动摇鸿海在投资人心中的价值 如果鸿海股价从221元跌下来 市场愿意出的价格比194元低 而且跌到194元时 这17万个股东也撑不住 代表之后鸿海的股价就会比194元低 这是不是特别好理解呢 如果三大法人大卖时 新进来的股东不愿意接受194元的股价 代表没有更多的投资人愿意接受194元以上的鸿海 如果鸿海股价能跌到194元以下5%到10% 代表成本194元的这17万个股东 要么没信心买他们成本194元的股票 不然就是这些股东但尽良绝 这时股价就不足以站在194元以上 接下来我们来看进三周鸿海 及保股权人数及股价变化情况 这三周外资群合计卖超174040张 投信卖超4424张 自营商卖超7395张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185859张 在11月8日到1月15日这一周 外资群卖超24610张 鸿海股东人数增加4573人 这些人愿意接受均价215.6元的鸿海股价 在11月15日到11月22日这一周 外资群合计卖超了75759张 鸿海股东人数增加了21963人 这些人愿意接受均价204.3元的鸿海股价 这一周外资群卖超73671张 鸿海股东人数增加26064人 这些人愿意接受均价201.6元的鸿海股价 所以根据实际的数据显示 近三周有新增了52600个股东 这些人愿意以201.6元到215.6元的价格 买进鸿海股票 其中201.6元到204.3元占了48,027人 有一些散户在那说鸿海会跌到多少又多少 其实那都是一些低级投机客 或是无知散户在那幻想的事情罢了 上面的集保股权算是筹码面 散户买的均价算是技术面 这两者可以推出散户心里面 目前市场就是有5万多个人愿意花 201.6到215.6元买鸿海股票 再加上之前有17万个成本在194元鸿海股东 这些人在鸿海股价涨到220亿元时都没有卖 这是经过实际的股价波动筛选出来的事实 算是统计的结果 这一定是比一些无知的散户及低级投机客幻想的准 现在的问题就是三大法人及偏空主力 是否能去击破成本在194元的这17万个股东防线 我们用统计来看 从9月19日以来 外资群已经把买的20.5万张卖掉了19.5万张 就剩下一万张股票 所以偏空主力已经少了外资群的卖牙炮火掩护 势力不会像之前这么大 这时会有人问 偏空主力放空了鸿海6万多张 这6万多张会不会是用外资群券商卖出的 嗯 这是有可能的 我就当这6万张都是外资群券商卖出来的 这些数量就是外资群能卖的最大数量 新增的5万个散户加上原本17万个股东 合计22万个人 一个人不用多 买个300股就能把这7万张股票消化掉 所以不论你成本在194元 或是在201到216元 反正你也不必怀疑人生或生气 你能买就买 能买几十股就买十股 买几百股就买几百股 能买一两张你就买一两张 不需要恨空方 骂空方 抱怨 害怕 这都没啥必要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只要这22万个股东胜利 那偏空主力就要去回补6万张空单 他们的成本大概在203元 放空的不可能就只有一个主力或外资 所以只要偏空主力发掘红海股价走强 一定就是会出现被股主力或外资 那时股价就会快速的反弹 如果这22万个股东喜欢低一点 再低一点的等 那其实也没关系 只要让偏空主力打赢了 那红海股价就会跌回180几元整理个几个月 下一次红海股价再涨到220几元时 偏空主力会再来一次 因为偏空主力没有死 在他上一次及这一次变得更壮大了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股市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战 每一次空方的胜利 这就意味着看空 看摔红海的人赚到更多的钱 下一次他们势力就会更大 大家看上一次红海的戒券卖出54000张 成功后这一次赶放空到6万张 如果这一次空方再赢 下一次有可能赶放空到7万张 甚至是8万张 所以最好的结局 就是空方这一波打输 17万个成本在194元的股东守住这一波 然后趁着每股及台股反攻时送空方上路 这样空方的元气就会大减 下一次涨到220几元时 偏空主力就不敢再出来了 我个人觉得以目前外资群手上的持股来说 偏空主力想要赢 难度是很大 除非国际上出现什么重大的利空 这时美股下跌 台股下跌 自然空方就会顺势地打击股市 这时会有人说 咦 星期五美股上涨 台值夜盘也上涨241点 星期五红海尾盘少涨了2.5元 岂不是可以顺着是在下星期一送空方主力上路 嗯 确实是可以 如果星期五美股是大跌 台值夜盘大跌240点 那下星期一偏空主力就会毫不留情地向下灌杀 红海中的多方散户只会防守 比较少会进攻 偏空主力看到美股及台股大跌就会顺势灌杀 这就是散户及主力之间的差距 不过我个人认为要守住是不难的 毕竟外资群波段筹码卖到剩一万张 下星期一就是12月 红海的GB200要出货了 这个气势应该是能带动市场对红海的期望 这一波偏空主力是从11月12日开始放空红海 和三大法人卖超的时间点差不多 所以很明显就是外资群及主力知道自己要卖 然后先放空后再赚一笔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对三大法人来说 他们会觉得自己买几十万张股价就是会上涨 自己卖几十万张股价就会崩跌 不过这些三大法人不懂散户心里面这件事 在七月底到八月初时 主力觉得三大法人卖二十几万张 偏空主力借券卖出五万四千张 这样红海股价就能跌到一百六十几元 觉得11月11日也能复制一样的情况 但这一波红海中股东成本已经是不一样了 从234.5元跌到160元时 很多买在130到180元的人会卖出 还有一些成本在100元的也会卖出 对这些人来说 不论是卖在200元 190元 180元 170元 160元等 他们都是赚烂 所以在卖的时候比较敢卖 但这一波新增26万个股东成本平均在194元 股价涨到221元时减少了9万个股东 留下来的17万股东都认为红海股价该比221元高 接着红海这一波股价从221元跌下来 又新增了5万多个股东买在201.6到215.6元 其中有48000多人买在201.6到204.3元 这些人是能套牢抱永远的 所以目前红海中有22万个新增股东 其中有17万个成本在194元 这些人看到红海股价涨到221元没有卖 所以认为红海股价应该高于221元 最近三周新增5万多个股东 大部分买在201.6到204.3元 这些人成本就摆在那了 你要他们割肉出场 他们不如放着等明年GB200出货实在来卖 基于上面的数据来推断 我个人觉得这一次偏空主力会输 这6万张借券卖出的主力空在203元 只要他们认输 红海股价会快速地回到200元以上 如果这些偏空主力想要继续借劝来打压红海股价 那原本17万成本在194元的股东多少会买点股票护盘 因为接近他们的成本 目前这17万个股东是呈现不服输及不爽的状态 所以会有钱就多少的买一点 买在215.6元的这4000多个股东 在红海股价跌到200元以下时 他们就怀疑人生了 上星期买在204.3元的2万多个股东 看到红海股价跌到192.5元时 他们也是挨莫大于心思 大部分都是成本在194元的这17万个股东在加码及摊平 我个人是觉得 你如果敢买在215.6元204.3元 当红海股价跌到200元以下时 这是你不拘低价成本的好机会 收起你那怀疑人生的心 我曾说过 红海的股价出现什么价格 你的库存中才会有该价格的股票 如果每次跌下来你都在那眼阿信 抱怨 谩骂 那你的库存中永远不会有甜美价的库存 而且如果你还能买却在那怀疑人生 只要偏空主力攻破17万个股东成本价194元以下5到10% 这时17万个股东也会怀疑人生 红海股价要回到204.3到215.6元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了 除了打底的时间会更长外 里面空方会因为赚到钱而更壮大 下次看到红海股价上涨时 他们会在近来放空7万张 不然就是8万张 所以多空在对战时 不要动不动就认输 当你在甜美价时认输 等于就是把钱送给偏空主力 记得一件事 红海12月开始出货GB200 接下来一整年红海GB200会让营收及获利大幅度增加 空方是有时间压力的 这些偏空的了不起 放空个一个月两个月就差不多了 做多的人可以放一年 三年 五年 时间是你的朋友 你每放一年 红海就会为你赚竞争金白银十几元 这样的情况 你向偏空主力认输 我也是不懂你在干嘛 我常说 在红海这种机油股 你都能被空方打到认输 那你干脆就不要投资了 把钱乖乖的拿去摆在定存 红海这种公司 你放着时间 只要一拉长 你铁定是会赢的 我是不懂卖 在203到208元的散户 到底有啥好看到股价下跌就卖 到底是哪有毛病 新闻说 中华汽车自主开发电动三吨半货车 ET35抢先看 国产化率高达九成 继先前相关商标与卫装测试车曝光后 在29日于经济部产发属举办的 电动物流车示范推动成果展示会上 中华汽车首次展出自主开发的 ET35电动3.5吨商用车 并预告将于2025年正式量产上市 而且在与国内各领域顶尖供应链厂商联手下 ET35的国产化比率高达九成以上 作为中华汽车自主开发的重要作品 ET35在车头上有着完全原创的外形设计 并在正中央厂徽与灯具上缘导入蓝色元素 以此凸显其新能源车款的身份 尽管现场展车都贴了深色隔热 只且不能开门 但还是能窥见车内格局 没有意外的话 先前在JSP上见过的数位仪表与线传排档 也同样能在ET35身上见到 至于电动车身上最重要的三电单元 在ET35身上也实现了全国产化 除了车控部分是由中华自主研发外 功率130千瓦的二亥一电机是由氏灵电机出品 电池则是采用鸿海 以OFP方罐电芯制成的电池模组 其容量约为76.5度 充电界面则是J1772及CCSE 据内部人员透露 目前实测得到的续航力表现 比日系进口电动货车好非常多 使用直流快充实时到80%仅需40分钟 更是比只能慢充的 他排国产电动货车方便许多 除了全国产化的三电单元外 ET35还具备专为电动化设计的 全新底盘架构 由江森打造的一体 是电池大量平台将电池组包在内部 相比外挂模改的方法 此举能让空间表现与电池容量最大化 安全性也获得保障 再加上电力中华台亚的一体 试电后轴 将马达 减速机与后轴整合为一体 同样不会占用承载空间 更重要的是 此一平台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货车用途 在此基础上还能打造出双香皮卡或电动小巴 甚至还预留了扩充四轮传动的空间 未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科技面同样是ET35的一大强项 不仅具备level2等级驾驶辅助机能 OT云端更新与ILT物联网整合能力 未来还将与电信商及车队管理系统商合作 协助物流业者优化车的营运策略 同时兼顾了减碳与效率提升 一大回答 这两年AI伺服器的题材太明显了 而且对鸿海的营收及获利都有利己的贡献 所以我们及市场都把所有的注意力 放在AI伺服器及GB200上 但鸿海在电动车还是有持续的在布局 在2022年6月15日时 全球代工龙头鸿海董事长刘洋伟宣布 要在高雄杂下61设立店新研发技师量产中心 年产能达1GWH 目标在2024年量产 而在当中重要的供应链 也开始慢慢浮现 鸿海近两年来积极往电动车领域发展 不但布局电动车零组件 整车制造 现在也正式把重心转向了动力电池 刘洋伟在记者会上表示 未来这个年产能达1GWH的电新厂 将供应国产的电动巴士 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新使用 刘洋伟也补充 公司的电池将会聚焦在磷酸铁里 OFP以及固态电池 希望在台湾打造一条龙的电新产业链 观察动土仪式现场 除了刘洋伟亲自出席外 鸿海迪事业群总经理简宜宾也陪同参加 简宜宾可说是未来鸿海电池领域布局的重要角色 除了先前鸿海在乔科社厂的活动 是由他代表出席 在此次动土仪式上 也可看到他与合作的材料厂密切交流 此外 活动现场也请来了未来鸿海可能的电池供应链厂商 包括中钢旗下中炭 太阳能导电将大厂硕和以及偏光片产名机材 中油等供应链厂商均派出高层参加 而承接高雄电新厂的炒物工厂翻轩 终顶意识做上宾 目前鸿海内部拥有新量科技 以及心腹能源等两个电新研发团队 主要聚焦在软包 方罐电池 正在与台湾不少电新 模组厂积极接洽打样当中 业界人士观察 鸿海在电动车的布局 与其在中国同业比亚迪的模式相当类似 包括正级材料厂E9以及硕核转投资新盒 提供电池辅材的硕核 硕核与鸿海合资的副级材料厂熔炭 以及熔炭的上油中炭等公司 至于提供电池干式隔离模的明基材 与研究钛酸锂电池的中油氯能研究所 目前与鸿海的合作模式则还在研议中 明基材总经理刘家瑞对本刊表示 未来鸿海的储能设备 有机会用到明基材的前式隔离模 至于正在计划投入的失事隔离模 未来也可能会合作 硕核总经理黄文睿提到 过去台湾电池产业之所以做不起来 是因为市场太小 缺少下游使用者 导致没有具有规模的电芯厂出现 因此材料厂也不敢贸然投资扩厂 但现在鸿海有决心 要把这个示范工厂扩展到全世界 因此看好未来其下阵 负集材料发展 事实上除了鸿海外 目前台湾正在积极建设电芯厂的公司 亦包括能源 台素等老牌企业 以及辉能 格斯等新创业者 未来随着鸿海一口气 就宣布要斥资60亿建厂 是否会进一步引发台湾电池业界人才缺口加剧 值得持续关注 2023年2日新闻说 鸿海科技集团宣布 高雄电池中心正式开工 并指出高雄电池中心 是鸿海电池布局的前哨站 2024年6月完工后 将生产每点台湾的零酸铁锂电芯 而根据先前鸿海的规划 该电池中心出其产能 可达到1GWH 未来再是台湾国产化电芯的市场 需求持续扩充 鸿海科技集团宣布 高雄电池中心正式开工 预计2024年6月完工后 将生产零酸铁锂电芯 2022鸿海科技日 接式Model C量产版 也就是Lux Genin的实车样貌 鸿海也对外发表 二款全新自主开发的 电动原型车Model B跨界修旅 Model V全地形电动货卡 除了自主开发车款 现今积极布局电池产业链 高雄电池中心出其产能 可达到1GWH年 产能1GWH可供3333辆Model T 16665辆链 而从预计年产能可以推算 1GWH等于100万kWh 目前鸿海自主开发的 电动巴士Model T标准版 采用300kWh电池 换算来说 此高雄电池中心年产能 可以供给33333辆Model T 若是以供给Lux Genin 标准车型60kWh来说 则是16665辆 概念阶段的Model T最高 超过400公里 而向高雄客运采用的Model T 则是缩小电池的300kWh版本 预计明年下半年生产 Lux Genin确认将提供三种规格 包含 续航里程420公里的 丹马达标准版 续航里程达700公里的长城版 先前去年底 目前预估已达2.5万辆的新车订单 新车预计将在2023年 下半年度开始生产 鸿海野正研究固态电池 其量产进程尚未透露 电池站电动车成本中颇大比重 除了现今多数车厂 以LFP电池为主之外 鸿海野正研究开发固态电池 不过目前仍尚未正式生产 其量产进程鸿海也尚未透露 目前仅在鸿海科技日中展出 鸿海将高雄视为要塞 积极垂直整合电池产业链 在2月15日 鸿海科技集团董事长刘央伟 以轻率团队拜会高雄市长陈其迈 刘央伟指出 除了进驻桥头科学园区 成立电池中心外 鸿海野规划未来 在此建立电池产业生态链 包括电芯、电池包 OFP正极材料 负极材料 先进电池材料等 事实上 早在2021年9月鸿海 已针对电池材料进行布局 携手朔合 熔炭与中钢集团旗下中钢探素 四方签署材料开发合作备忘录 共同开发提升负极材料能量密度 循环寿命与快充能力 鸿海科技集团董事长刘扬伟 拜会高雄市长陈其迈 鸿海将高雄视为 其电动车产业布局重要要塞 可推测2024年6月电池中心 完工后产出的03铁链电芯 应率先以供应国内为主 不过以LuxGenN 预计2023年下半年度 开始生产的时程来看 前期应无缘搭载道 不过后续是否有机会 配置鸿海、美点台湾03链电芯 还有待追踪 而未来鸿海 在高雄电池中心的 产线详细分配规划 以及是否可能输出 至海外市场的可能 也还有待持续追踪与报道 鸿海2024年11月14日 法说会报告 在电动车方面 我们在今年的科技日上 展示了Model U、Model D 与Model A产品组合更为全面 今年年底前 我们也预计会完成 Model B的量产准备 电池与储能的布局上 和发场已接近完成 但由于今年受到 好几个台风的影响 正是量产的时间 预计会延到明年第一季 OFP 磷酸铁理 电池芯技术的优势是什么 该小帮手回答 OFP 磷酸铁理 电池芯技术 在当今能源储存 和电动车市场中 具有多项优势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 安全性高 OFP电池的化学结构相对稳定 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 这使得其不易发生 热失控或爆炸 从而在安全性上 有与其他型别的 锂离子电池 例如 NCM 涅谷蒙 电池 二 长寿命 OFP电池在充放电回圈中 表现出色 通常可以达到 2000次以上的 充放电回圈次数 这使得其在寿命方面 优于许多其他电池技术 进而降低使用者的 更换频率和成本 三 环保性 磷酸铁理材料的环保性 相对较好 无毒且资源丰富 这使得OFP电池 在环保法规律 严格的情况下 成为一个理想的选择 四 成本效益 OFP材料的原料成本较低 且在生产过程中 不需要使用稀有金属 这降低了整体电池的 生产成本 使得最终产品更具竞争力 五 充电速度快 OFP电池具有较高的充电效率 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充电 满足了需要快速充电的应用需求 例如电动车的快充站 六 效能稳定 在高温和低温环境下 OFP电池的效能表现相对稳定 这使其适用于各种 恶劣环境的能源储存方案 因为这些优势 OFP电池在电动车 储能系统 及其他需要高安全性 和长生命的应用中 越来越受到重视 频道讨论区网友阿飘提问 不确定在哪里可以询问大问题 尝试在这里留言看看 想请问大平常都会分析 当冲通常都赔多赚少 想请问外资 还会持续这样乐此不疲的动机是什么呢 有赚投的生意才有人做 会赔的生意外资却一直做 是不是有什么玄机 是我还没理解的呢 请大大解惑 感谢 Burlair问 外资有当抽吗 秋天的数回答 A大每天YT筹码进出表 都有数据可以看到啊 接耳语999回答 外资操盘手也是员工 每天的工作就是买机卖出操作 短线就是你死我活 有别的外资赚钱 就会有别的外资赔钱 只要交易买卖 政府还要抽税 当冲 投机交易的散户 及外资钱当然会越来越少 不交易 长期投资零股息 钱当然越来越多 A大回答 外资群 券商 基金 ETF等会了此不疲的交易 当然是为了赚钱 你看到外资群券商进出觉得他们会一直赔钱 但其实赔的就不是他们的钱 以最近一档高股息TF调整持股来说 你有看到11月18日到11月22日这期间 远东新股价从35元涨到38.2元 在这几个交易日中 股价跌下去后就涨上来 偶尔还会开低 然后就一直上涨 盘后资讯就是投信大量的买超 这就是高股息TF调整持股产生的情况 高股息TF买远东新近10万张 均价价格在37.3元 买完后5个交易日 远东新股价跌到33.4元 你觉得这些投信怎么这么久菜 其实这些投信用的就是买高股息TF散户的钱 他们调整持股是为了所属券能赚到换股手续费 很多散户觉得越越配 高股息几场调整持股很棒 其实这就是金控一条龙赚钱的方式 你配股息越越配 这样每个月就会有10元的会费 常常换股券商就能赚到手续费 大家不要忘了 一个金控下面是有保险 券商 投信 银行等公司 这些高股息做的事都是为了金控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这算是被动TF调整持股会有的情况 一些对冲基金及投资型基金 如果基金经理人和你说自己买了鸿海6年不动 就像我这样 你会每年给基金公司2%的管理费 经理费 保管费吗 你会说你又不是傻子 如果要买鸿海包6年的话 你自己买就可以了 有什么好每年花2%的管理费给基金公司 就是这样原因 所以基金经理人每天都要装忙 要常常调整持股 买来卖去 绩效起起伏伏 这样才会让投资人觉得他们好专业 所以你常常看到外资群在那买来卖去 一来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二来是券商高层要求他们的 毕竟券商要赚钱 如果基金经理人不交易 那券商哪有手续费能赚 最后就是要让买基金或ETF的投资人觉得他们有在做事 所以你不要以为外资群不懂这样买来卖去赚不到钱 他们其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在股市中投机完短线本来就不一定能赢钱 不过你站在基金 ETF 券商 银行的角度来看 他们是希望投资人交易的 如果投资人把钱给他们代操 他们自己就会帮投资人一直交易 美其名是帮他们多赚一点 其实是透过一买及卖慢慢的吸光他们的本金 频道讨论区网友说 A大影片在说资金配置的技巧是很正确的 A大回答 昨天那篇写了不少投机及专职投资所需的技术 之所以你觉得我是正确 那是因为我真的在股市中投机连续6年打败大盘一倍的报酬 很多投顾老师 分析师 网友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在股市实战中赢过钱 所以他们自然说不出正确的投机观念 投机完短线资金配置有下列4点 1.一次进出资金太大容易被主力及外资盯上 2.胜率再高也是有机会犯错 需要有资金去修正错误 3.有座资金配置时自我心里面压力会相对比较小 4.股市突发事件多 有资金才能减到便宜 想要在股市中投机赚到钱 你一定要打败对手 短线只有赢的几率大或小 没有什么是100%的 常常会有一些酸民来酸 我短线分析大盘或鸿海不准 其实短线本来就是千变万化 有时候短线转变是很快 真正会玩短线的人都知道 只要碰到你预期的那个点 这样等于短线就是正确的 但一些半调子不懂这道理 以为短线要一直维持下去 也就是说 我认为鸿海短线会反弹的几率很大 只要鸿海反弹超过几元 短线就能赚到钱了 有时短线真的是看错 不过短线比的就是统计 十次中你对六次以上 平均下来能赚钱 你的短线就是正确的 很多散户很搞笑 他们不了解短线赚钱 及赔钱都是可能的 他们以为短线就要百战百胜 觉得自己输一次 就在那眼内心系 几字抱自弃 不然就是要出去疗伤 这种人都算是优优般的 真正的短线就是要能接受赚钱 及赔钱都是可能的 如果你喜欢胜率型 也就是比较讨厌输 那你就是挑选胜率比较大的机会在出手 坏处是一个月 以及一年出现的机会相对少 有一些短线课是效率型的 也就是他每天都想要出手 这种就是十次中赚六次 赚多赔少 因为交易的次数比较多 所以平均十次赢六次 很多次累积下来 也是能赚不少钱 我个人是喜欢胜率型的 所以不会常常进去玩短线 进去玩的话大部分都是会赢 就算一时看错 一来我是挑有价值的公司 二来我有做资金配置 所以时间及资金都能为我化解风险 最终短线胜率就极高 不过你想要追求胜率极高 那你资金要配很多份 即出手的次数就变很少 很有可能会比不少 欧印有价值的公司长期持有 所以大家看外资群 才会用八成做中长线价值投资 两成做短线投机 因为外资群知道短线太大部位的资金 很难赢过价值投资 新闻说 大摩表示川普关税冲击四伏器厂 围影影响较大 红海广达影响则有限 美国准总统川普扬言 将对墨西哥 加拿大 中国大陆商品课征高关税 市场担忧四伏器原厂委托设计生产 ODM 厂恐受冲击 影响近期相关各股股价弱势 摩根市单利证券 大摩指出 ODM厂未来面临三大挑战 预期后市恐对围影影响较大 对红海 广达等影响相对有限 大摩科技产业分析师高雁 和分析四伏器ODM 业者面临的三大挑战 首先 成本压力 由于墨西哥制造与运输成本低 为四伏器组装首选 但关税可能削弱竞争力 增加成本压力 其次 产能分散 日后为降低关税风险 业者需加速布局美国 或东欧等低关税 或免关税地区 提升供应链稳定性 第三 政策应变性 面对美国政策不确定性 业者需密切关注变化 适时调整供应链策略 强化制造地点选择 与客户合作 高雁恒说 自2018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以来 大多数ODM厂 已开始部署中国大陆以外生产据点 以应对潜在关税 或供应链中断风险 目前而言 美国新关税计划 可能对四伏器ODM产业带来冲击 尽管部分ODM厂已分散产能 但整体科技产业仍处观望阶段 尚未全面付诸行动 在ODM厂方面 唯以墨西哥工厂为四伏器机架主要制造基地 几乎所有运往美洲的四伏器均在此生产 依赖度最高 恐最受冲击 因叶达也在墨西哥进行大部分 针对美洲四伏器的最终组装 至于广达墨西哥产能有限 四伏器主要在美国组装 影响相对较小 鸿海今年在墨西哥新建一座AI四伏器工厂 年产能设计约2万台AI四伏器机架 不过因鸿海四伏器组装布局全球 包括美国、墨西哥和台湾等 普通四伏器组装则涵盖越南、大陆等多地 影响同样有限 高燕罕表示 目前多家笔记型电脑产能 已逐步分散至墨西哥、越南、泰国及台湾等地 虽然该类地区产能力用率偏低 但因多家ODM厂具备快速应变能力 后市一旦受关税或政策改变冲击 可迅速转移生产 A大回答 很多外资群及法人会利用川普说客中国、加拿大、墨西哥灌杀股市 其实这是有他们的目的的 投资机构本来就是要利用消息去玩短线 通常很多大事件新闻及媒体会免费地为他们放送 一些新闻及媒体为了抓眼球 又特别会去加油添醋 散户又是动物 本能就是遇到事件就闻风出逃 这放在原始及动物界是能保命的 但这种本性放在股市就是别人可以拿来打击的一个致命弱点 大家想一件简单的事 全世界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事件 投资人只要遇到每一件事都会闻风出逃 当你闻风出逃时 别人也闻风出逃 自然能卖到的价格就会比较差 三大法人知道这道理 就会顺着是灌杀一下 一般的散户要从恐慌中缓过来需要一些时间 只要散户把手上股票卖掉 等于就是把钱留在股市了 外资群及主力只要找适当的时候去低阶 之后投资人恢复理性时外资群就能赚到很多的钱 我常和大家说价值投资三要素 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里面 前两项就是要让你确定买到的公司有价值 这算是基准点 你有了基准点后 才知道一直抱着是不是正确的 不然你买到太金宝 宏达店之类的个股 这些公司就不赚钱 你一直抱着 这岂不是找死吗 如果你买到的是鸿海 这间公司符合价值投资时要素 你持有的越久 你自然就能赚越多钱 很多散户很搞笑 觉得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件会让鸿海或企业完蛋似的 当初COVID-19全球爆发 台湾爆发 中国爆发 这是一种需要把人与人隔离的疾病 会让人不能消费 让工厂无法开工 在这种情况下鸿海都能活得好好的 怎么会有人觉得川普克克关税鸿海就倒闭了 不会有这种事的 当初我就和大家说过 COVID-19是危机也是转机 当中小型的公司应付不过来 等疾病缓和一些后 订单自然就会流到竞争力一流的鸿海上 川普克关税也是一样的道理 目前还是大国之间的博弈 还不到真正实施客关税的时候 就有一堆人在那眼内心系 我也是不懂在掩纳部 等真的客关税了 大家再来看一下受惠者是谁 那也还不迟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AI产业需求就摆在那了 只要客户有需求 公司一定会去调整产能的 这是规模大的就会占优势 毕竟鸿海客户多 不同国家都有客户 只要在当地设厂就能满足当地的客户 全球有80亿人 美国仅有3亿人 也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要送到美国去 所以不用在那起人忧天 还有时候市场会有谣言 说AI机架散热有问题 说某客户要取消订单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现在AI晶片供不应求 订单都排到2026年了 怎么会有人去害怕 有客户取消什么订单这谣言 目前是供不应求 AI晶片出来多少就被扫货多少 就算真的有客户取消订单 也会有别的客户补上 所以一些谣言真的就是来搞笑的 重点是还会有散户性 我也是不懂他们的智商怎么了 该产业趋势不变 对价值投资人来说 我们要的是一年 三年 五年 甚至是十年后的结果 这种谣言就是偏偏今天买 明天卖 或是明天买 下一周卖的投机课好而已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片 红海三百 红海三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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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说明天卖的理论 明天只要看 咱们再看